国旗设计者是谁? 中国国旗设计者是曾年松 1949年,全国政协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的图案 曾年松从报上货之后设计了五星不成椭圆形 大星导引于前,小星环绕于后 恰似众星拱北斗的五星红旗 1949年7月发出了征集国旗图案的通告 曾年松设计并提交了他的国旗样稿 在2992幅应征国旗图案中 曾年松的设计被选入38幅候选草图 经过多次讨论和少量修改 他的设计被选为了新政权的国旗 9月25日,五星红旗得到毛主席的肯定 9月27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一致通过国旗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 曾年松由此成为了五星红旗设计者